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访中后 法国护卫舰慕月号 九号晚间由南往北穿过台湾海峡 路见罕见底是沿着海峡中线以西 也就是靠近中国行进 不只期间没有开启船舶动态咨询系统 引起注意 周边也没有中共解放军军舰航行监控 被解读是获得中共同意 在马克宏发表亲中言论后 法国展现与中国关系亲密 在军事上的宣誓 马克宏并没有说不支持台湾 他只是说他不介入台海的争端 他并没有说不支持我们 法国国内马克宏总统最近压力很大 他因为年改的关系 他的抗争国内的支持度 其实掉了非常非常多 外交跟两岸的关系 那在其他国家 他们会做两手策略 这个我们必须要尊重 但是不代表法国也不代表欧洲 法中关系号从中国媒体反映上 可见端倪 微博大肆宣传法国沐约号停靠越南海防港 由于台湾与法国均受关系密切 一九九二年国防部曾采购六十架幻象战机 以及云木魔法飞弹 海军也向法国购买六艘拉法叶军舰 国防部资深官员担忧 入两岸兵戎相见 难保法国不会将相关资讯提供给中国来参考 对此国防部表示 沐约号行踪国军全程掌握动态 只是背后警讯同时也引发关注 华氏新闻站圈六位陈林万瑜一台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